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长安二十四季曝光,诚意演绎古装全谋,导演阵容引人期待。 诚意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颜,直在古装剧中展露头角,他即将出演的新剧《长安二十四季》预计将很快宣布,该剧将融合全谋元素,为他拓展新的演绎道路。 导演丁黑将确保该剧的高质量制作,尽管女主角尚未确定,但诚意的加盟已经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作为新生代男演员中的佼佼者,诚意被公认为古装男神,近年来他的发展一直备受瞩目。 凭借英俊的外表和不断精进的演技,在《沉香如谢琉璃》和《莲花楼》等剧中,他都有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去年夏季热播的《莲花楼》,无论是网络播放量还是电视收视率都十分亮眼,诚意在剧中扮演的男主角以出色的古装驾驭能力和高水准的打戏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事业也因此迈向了新的高峰。 《莲花楼》播出后,诚意的资源也明显增加。 除了之前已经宣布的古装武侠剧《釜山海外》,他近期还参与了一部新剧《长安24季》的拍摄。 据悉,该剧将在某视频平台的招商会上正式宣布。 虽然曾有其他男主人选的传闻,但诚意很可能仍会成为该剧的男主角,这无疑是令人惊喜的消息。 根据相关信息,电视剧《长安24季》是一部原创的古装全谋题材剧,主要讲述淮南县衙主部胡营凤蜜照入长安,揭露一系列陈年旧事,挫败奸臣图谋,最终实现长安的安宁。 该剧融合了复仇、悬疑、探案和宫廷等元素,具有很高的观赏性。 对于诚意来说,尝试过三部古装武侠剧后,再次挑战全谋剧将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次突破。 与武侠剧不同,全谋剧更需要深入人物心理,相信演技更加成熟细腻的诚意将会完美诠释角色。 目前除了诚意,该剧的女主角还未确定。 但根据作品类型合成,亦过往的合作,李一彤、陈都灵和白露等演员都被提名。 无论是哪位女演员,与诚意的合作都将成为古装剧的亮点,畏惧及增添竞争力。 此外,导演丁黑的加盟也让许多网友表示期待。 丁黑是业界公认的实力派导演,曾凭借那年花开岳正元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提名, 其作品口碑极佳秦帝国之纵横更是豆瓣评分高达9.3。 有了丁黑的指导,相信长安二十四季将会是一部质量过硬的佳作。 长安二十四季虽然还在筹备阶段,但凭借诚意的加盟和丁黑导演的指导, 该剧已经备受期待,相信会成为未来古装全谋剧的新亮点。 长安二十四季的曝光引发了广泛关注,这部新剧以古装全谋为题材, 给人带来了期待与惊喜。 首先,诚意作为主演,一直以来以其出色的表演和深厚的演技, 深受观众喜爱,他的加盟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其次,剧情设定为古装全谋,这是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题材, 充满了悬疑和刺激,而长安二十四季更是在这一题材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和创新, 给人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 最后,导演的追定也值得一提,这意味着剧组对于这部剧的重视和用心, 相信在他的指导下,这部剧一定会呈现出精彩分成的画面和故事。 综上所述,诚意新剧长安二十四季的曝光,让人期待不已, 相信它将成为近期观众热议的话题之一。 娱乐界风云再起 刘亦菲、肖战、赵丽颖等明星精彩动态不容错过。 刘亦菲将主演一部名为《玫瑰故事》的电视剧, 暂定接替张若云主演的《庆余年》二。 而接着《玫瑰故事》将由杨子主演的《长相思》二接荡。 花与少年六的艺人嘉宾们将前往巴黎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 改编自《气无垢》小说的现代剧《钢铁森林男主角》将由谭景百然扮演。 企鹅影视制作的古装剧《怎迪他千娇百昧》确定女二号角色由赵晴出演, 而男女主角林允和方亦伦则保持不变。 演员王安宇已经担任周生生品牌的大使, 相关宣传物料已经制作完成。 接下来,田锡威将与王霄合作出演一部名为低智商犯罪的悬疑探案短剧。 关于杨阳和赵露丝是否可能复合的问题,目前尚不明确。 赵露丝成为巴黎奥运会火炬手确实令人羡慕, 但这对于他来说并不难以实现, 考虑到他之前担任过奥林匹克少年形象大使。 赵丽颖近期谈了不少商务资源, 其中一些很快将会宣布。 他的影视表现一直很出色, 但商业方面还有待提高, 今年他将会在此方面加倍努力。 于书欣对自己的外貌很有自信, 认为别人无法挑剔他的脸, 只能在身材上找茬, 这可能源于大家对他的嫉妒。 歌手节目的嘉宾名单早在录制前 就已经确定, 除非有特殊情况, 否则不会更改。 至于韩红之所以被邀请, 可能是因为他具有知名度和实力, 而且得到了网友的广泛支持。 杨子和刘诗诗目前由同一位经纪人管理, 这位经纪人在营销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虽然胡歌是上海人, 但他近几年与上海娱乐圈的联系并不密切, 导致一些人对他的态度有所抱怨。 汪苏龙参加旧场歌手节目后感到后悔, 他最初并不在候补名单中, 但由于临时需要, 他被叫去旧场, 结果效果不佳, 导致口碑下降。 王楚然因为经常被网友拍到板着脸的视频而被批评, 因此他开始带着假校上班, 但这反而让他被认为是在逗笑网友。 尽管纳英曾表示要带马佳琪参加歌手节目, 但目前情况看来, 他可能不感冒这个风险。 肖战最近在机场被拍到身材变瘦, 这在他这样的工作强度下是正常的。 他的团队会为他配备专业营养师, 以确保他的健康。 最近贾灵的神秘消失引起了一些关注,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之前他曝光过多的原因。 刘亦菲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的新动态总能引起广泛关注。 而肖战、杨阳、 赵丽颖、 杨子、 胡歌等明星也一直都是备受追捧的明星, 他们的新作品、 新动向都备受期待。 在近期的娱乐圈中, 井百然、 王安宇、 田兮薇、 赵晴等新近明星也开始展露头角, 他们各自在影视、 音乐等领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备受瞩目。 而韩红、 汪苏龙、 贾灵、 马家琪、 王楚然、 于舒欣等老牌艺人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影响力, 他们的新作品、 新动态也备受期待。 总的来说, 2024年5月13日的娱乐圈新闻可谓是星光异议, 各位明星的动态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也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娱乐盛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